第二天上学的梅雪被机车骑着篮下 是伍牧 他来邀请梅雪 要不要一起去找那个洛宇家贵 早上得到贵的办公室询问 有人利用了伍牧的名义 询问贵的行程 但当时的伍牧并没有留意 直接否认 以至于对方转头就报了警 所以伍牧过来邀请梅雪 是否去露天场地看看情况 而在贵的演出场地 金天一果然出现了 甚至金天一还发现 明智也带着大队警察 来到了现场 慌不择路的金天一 顺势躲进了旁边的帐篷 就在外边警察 一个接一个的翻找时 呼吸声传来 这直接将金天一吓傻了 这个时间段发出声音 会死人的呀 结果却是明智 从怀里掏出了呼吸 信息是要他立刻回去 所以金天一才得以有机会 找到了这位休息的洛宇家 但是他的打招呼方式 确实容易让人误会 这不对方非常配合的 乖乖的说 我知道什么的话 我全告诉你 当金天一问出老样子的问题后 得到的答案是 驱问你中 而在听到答案的小黑 也掏出了匕首 然后在金天一诧异的眼神中 桂先生缓缓地倒了过来 看清楚他背后的金天一 忍不住发出了尖叫 然后也顾不得身上沾到了血迹 转身就跑 身后的警察自然是紧追不舍 而听到消息的明智和坚持 冷静地安排警力上前围堵 大叔也是一脸震惊啊 金天一又杀人了 场地外刚刚抵达的伍木和梅雪 就见警察们是来回跑动 而金天一在逃跑过程中 发现了摄影师真生 在他的帮助下躲进了车子 算是甩掉了身后的警察 在得知贵横平死了之后 他也有点傻了 整起事件已经四条人命了 而且面对金天一的解释 这哥们也很干脆 是不是你无所谓 我只是被伍木拜托 千万不要将你交给警察而已 不得不说啊 伍木真汉子 说完 递上了当初自己在别墅里拍摄的照片 以及一张别墅的平面图影印 随后又递上了一件外套 就这样 金天一说了一声谢谢后 继续逃亡 就在真生注视着远去的金天一时 晚来了一步的梅雪伍木导达 当问及金天一接下的行动时 这哥们很干脆 他只想着逃跑 哪有时间说那么多啊 伍木家里 众人看着桌上的照片 不禁地感叹 四个人了 对方真的是为了远岗吗 就在这时 金天一的电话打来 开口就问钟妍女士的位置 但只得到了 对方去了清景泽 具体在哪不清楚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远处的明智 监听到了他们所有的通话 并下达了命令 立刻盘查前往清景泽的所有班车 列车上 金天一一张一张的翻看着这些照片 他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上来 就在他沉思时 车停了 他探头一看 竟然是警察 金天一的第一反应就是 自己和伍木的通话被偷听了 然后在车上和警察们 玩起了捉迷藏 终于听到了一句 金天一好像不在这班车上 觉得躲过这次的他 刚想松口气 一个警察出了点状况 下车时 竟然枪套被车门给夹住了 更过分的是 其他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边 眼看列车开始提诉 这家伙的情况危机 金天一不顾安慰的探出窗子 伸出了手 在拉起他的同时 让他赶紧将枪套解开 但是在解开后 二人的手滑 这家伙借着惯性狠狠地摔了出去 而这一情况 自然也引起了他人的注意 甚至这位长脑警木 也是个狠人 直接上演了八火车 并且不忘给其他人下达指令 去下一站等我 我会在这解决掉他 说完打碎玻璃 掏出手枪 并将保险打开 这家伙红了一眼 就在这危机时刻 金天一发现前边有座桥 虽然火车转弯会降速 但即便如此 有一点的误差 就会是非死即伤 看着背后的身影 再看着眼前的窗户 金天一是哑咬跳了下去 但巨大的冲击力 还是让强撑着上岸的他昏了过去 而这是一个黑影出现在他的身边 可以说 经过这么多天的跌跌撞撞 金天一又回到了事故的起点 而医院里 长岛警部安慰着受伤的巡查 并再次对金天一进行了谴责 竟然将警员推下火车 简直是不可饶恕 但这位预言又止实 剑池警部到来 并开口询问 将警员推下车的真的是金天一吗 这让长岛很不爽 你没看见受伤的警员 甚至还提出一个观点 你剑池警部多次借犯人指手破案 所以是不是需要重新侦查一下 所有他经手的案件呢 夕阳夕下 一个女孩的背影在门口 应付着上门询问的警察 而里面的金天一睁开了双眼 听到声响的女孩跑了进来 竟然是葵 起床后的金天一 先是表达了感谢 然后赶忙拿起电话 联系伍木 并明确地和对方说 电话可能被监听 然后再次询问野中的具体位置 在没有得到明确地址后 金天一这次很聪明 也不再透露自己的具体位置了 只是和伍木约好 到了清景泽后再联系 但伍木很齐呀 我们到了之后咋联系你呀 结果梅雪拿出了呼机 上面赫然是联系电话 确实啊 这东西不可能被监听吧 就这样伍木众人 警方 金天一 三方人员 齐聚清景泽 金天一这儿 通过葵的交谈得知 他那位火爆性格的姐姐 明天中午才会回来 并对金天一表达了歉意 因为是姐姐的证词 才害得金天一被人们误以为是凶手 而这个女孩之所以这么信任她 完全是因为一个人 那就是伍木先生 这女孩无比信任的伍木 随后讲述起自己姐妹的过往 出生时父亲去世 五年前母亲也病逝 之后通过那位菊婆婆的介绍 姐妹二人在菊大使身边工作 而正是那个时候 他们认识了伍木 并说伍木先生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而且还为了帮助犯错的自己 还被菊大使修理了一顿 可以说这个小姑娘对于伍木表现出的 应该是那种朦胧的爱意 而金天一则在感慨 这次自己好多时候全是靠她的关系 才能走到现在 随后二人又讲述起菊大使的最新作品 魁给出了重要线索 有个前天医生出现在了她的作品里 并且还拿出了一些资料 因为他们姐妹二人不光是做家务 还经常帮忙收集资料 但是这些新闻资料全是印度报纸 然后又提到了一件与平时不同的地方 平时菊大使总是随身带着钥匙的 但出事那天 他将钥匙忘在了卧室里 还有就是 平时菊大使都不会用内线联系菊婆婆的 因为之前有过一次 但菊大使嫌菊婆婆耳朵不太好用 需要一直重复 所以有事直接会招呼姐妹两个 总结下来就是一大串钥匙和耳朵不好的菊婆婆 然后就是这个接力传话了 真正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呀 犯人到底是怎么才能从那间屋子里消失的呢 拿起平面图也是毫无线索 最终在端详这张照片时 金天医回想到了什么 顺序 鱼缸被打碎 是在自己被敲晕后 而不是凶手行凶之后 那么凶手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边剑植大叔在医院里有些伤感 他不明白 金天医为何会做出将人推下急驰火车的那样的举动 现在对于金天医是否真的杀人 他也拿不准了 但就在大叔纠结时 刚才的警员上前大话 他如实地说出 自己并非是被推下来的 而是被金天医所救 这则消息犹如一记强心计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呐 金天医绝对不会辜负他爷爷的名号 他一定会找出真凶的 这边 葵的家里 金天医收到了伍牧打来的电话 他找到了野中的住处了 听到这的金天医赶紧收拾 临行前发现站在身后的小葵 感谢了对方收留后就急匆匆地出门了 但刚刚被关上不久的门又被打开了 这次的才是葵啊 也就是说刚才面对金天医的是早 葵进门后还很诧异 金天医去了哪儿 但是对于姐姐的问话 也只是搪塞了过去 在葵出门后早拿起了电话 向警方举报了金天医接下来的行踪 然后这张图可能朋友们会绝对很纳闷 那就是区分姐俩的那个痣被挡住了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区分他俩的话呢 看头上的那个发夹 白色的是妹妹葵 黑色的是姐姐早 所以打电话的是姐姐 而现在所有的相关人员通过了各自的渠道 都在向着最终地 游之则旅店进发 很快金天医来到了野中所在的旅店 但进去之后就有些发愁了 因为他用的是假名字 就在金天医发愁怎么找到对方时 闪亮的明智出现了 虽然差点撞上有点后怕 但金天医转念一想 警方到了 好歹能保住野中的一条性命 而楼上的野中则在写着关于局大事的凶案报告 听见有人敲门后 不见人影 只见门缝下有张字条 约自己去后面的树林见面 署名是武木 一会儿415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随后门被打开 是警方的人 但他们晚到了一步 屋里边已经没人了 明智下令搜寻旅店四周 金天医很可能已经到了 而金天医则在后院的树林里 思考着怎样避开明智去和野中见面 突然旅店的逃生门打开 野中竟然出现了 看来又是小黑的杰作 但对于金天医的出现 野中惊讶的同时反问 是不是你用武木的名字约我出来的呀 这让金天医很奇怪 但野中并不怎么在意这个了 因为武木曾交代过 尽量帮助金天医 所以他也就如实回答了他的问题 当初菊大师留给他的话是 到我就结束了 而这句话一出 金天医直接就傻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但野中却不管这些了 他还要回去继续自己的稿子 所以面对金天医的提醒 也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所以他被小黑尾随了 这边的金天医 还在想着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非自己从最开始就是错的吗 突然一张报纸的出现给了他启示 原来如此啊 传话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内容的本身 这边野中被人从背后拿刀子挟持 对方的目的只有一个 刚才和金天医都说了些什么 在听到那句 到我就结束后 看来他好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发呆 给了野中一丝挣脱的机会 但回过头的他却发现 自己认识对方 然后惨叫声传来 金天医这才察觉啊 自己刚才太大意了 自己明明没有约过他 那么给他留言的人就显而易见了 寻着声音过去 可惜来晚了 只见倒地的尸体 这是金天医察觉到不对 知道这个位置的人 只有五目几人和警察才对啊 难道说犯人就在他们当中吗 四周开始传来声响 来不及了 现在的情况只能赌一把 想到这儿的他 拿起野中掉落的笔 撕下报纸的一件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拔腿就往旅店里跑 后边的警方也发现了死去的野中 广爷爷在感叹 又死一个时 明智发现了地上的纸条 拿起来后看了一眼 随后就扔掉 而旅店里的金天医 也被客房的服务员发现 但接下来啊 谁都没想到 金天医竟然做出了挟持的举动 只见他手持三刀 威胁着让警方让开一条路 这让剑池大叔很惊讶 随着骚乱的越来越大 人也是越聚越多 美雪和五目众人也赶到现场 都在规劝着金天医别做傻事 但此时的金天医 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 一个劲地让人躲开 这时明智慢吞吞地走上前 一边嘲讽着日本警方的优柔寡断 一边向众人掩饰美国警察遇到这种情况下 会怎么解决 只见他掏出手枪 然后向大家掩饰了一下 怎么对待穷凶极恶的犯人 金天医左胸中枪 人应声倒地 剑池大叔先是上前查看生命体征 然后大吼着让人赶紧叫救护车 而美雪则呆呆傻傻地看着这一切 胸口中枪的金天医生命垂危 被赶来的救护车带去医院紧急抢救 明智下达命令 广野警部留下来继续调查中野的遇害现场 看着救护车的远去 一个警员提醒 这样真的可以吗 万一金天医再跑了咋办 只能说 这番人言论让人有点怀疑他的智商 金天医的这种情况 别说能不能逃走了 他能否坚持到医院都是个问题 所以车上的金天医是危在旦夕 美雪更是伤心欲绝 而面对着愤怒的剑池大叔的质疑 明智是不慌不忙地说 金天医或许不是那种会杀人的量 但他却是个骗人的鬼 随即拽着金天医的小便将他薅起来 而金天医在炸疼的同时 也在心疼自己的辫子 这番操作甚至让武木器的直呼明智没人性 怎么能这样对待重病号呢 哪知道明智却说 自己明明用的是空包弹 哪来的重伤啊 而金天医渗出的血迹 竟是提前准备好的番茄酱 而这番解释 美雪又一次的傻眼了 只能说生活的大起大落太快了 而大叔很奇怪 你们俩什么时候达成的共识 金天医则不慌不忙地掏出了呼机 这里的解释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明白 因为呼机这玩意儿已经距今快过去30年了 我只能按他的解释来复述给大家 那就是说这50个片甲字都是由特殊的数字组成 而金天医留下的那种数字转换成呼机蚊子后 就是用空包弹打我 所以你说这俩人是英雄相吸呢 还是臭味相投呢 都解释清楚后明智询问 现在的情况怎么解决 自己不可能一直让你这么个罪犯为所欲为吧 所以说出你的线索 而金天医之所以这么做 确实也是找到了突破口 而现在的目标就是回到菊大师的别墅 在那儿自己要将这个犯人逼入死角 路上金天医说出了几个疑惑点 首先当初自己进屋时人倒在地上 物品虽说是杂乱不堪 但鱼缸并没有破 然而醒来后鱼缸碎了满地都是水 然后就是10点钟的那个电话 假如没猜错的话 那一定是犯人打的 那么这通电话的目的又是什么 说到这儿众人再次来到了凶案现场 在这里由于水已经干掉 所以有所发现的金天医再次拿出照片做对比 终于弄明白了录像和照片上的不协调感 至此金天医已经知道水是真正的凶手了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如何做到从这间屋子里消失的 再一次金天医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这间书房 甚至还询问有没有什么密道之类的 在想到菊婆婆的证词 当初的电话说是让空气流通 魁说菊大师随身带着钥匙走来走去 所以金天医来到了菊的寝室 同样窗户锁死 虽然有个天窗但很窄小 不可能有人进入 就这样一番检查是毫无线索 急得金天医是抓着脑塞 无意中空调的遥控器掉在地上 导致冷气被打开 金天医在抱歉的同时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屋子的冷气并没有坏啊 所以为何还要求让空气流通一下呢 想到了什么的他推门而出 看着眼前的场景 再对着平面图 然后再回想起那通电话的内容 原来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犯人 开辟出一条逃亡的路线 所以经典语录出现 谜题解开了 下面就是要开始诱补了 深夜黑衣人果然出现在别墅里 而金天医打开了客厅的大厂 我等你很久了 这么长时间被你整得那么惨 现在轮到我了吧 金天医的出现啊 对方很诧异 毕竟他应该现在在医院里抢救才对 可是当明智出现的那一刻 这家好反应过来了 这是个陷阱 所以便转身就跑 但被周围的警察包围 并压在了山下 之后是金天医的嘴炮时间了 到这儿呢 咱们就开始解密环节 老规矩 开始加快进程 但绝对会让大家听个明白 首先对方此来的目的就是圆岗 对 橘大师生前的圆岗啊 就藏在这个房间里 然后就是这个人的杀人动机 也是圆岗 先说一下橘大师留下的暗语吧 首先是去问大村 然后是时任 第三个是贵 以及最后的一个野中 前面咱们说过 关键的不是内容 而是顺序 他们名字的顺序就是答案 这里又是需要日文的文字解密 总之结果就是 四个人的名字组成了一句话 在大中里 听到这儿的五目打开一看 果然里面有张刺碟 而就是因为这张刺碟 凶手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罪行 将五人残忍杀害 至于凶手是谁 咱们也省去一堆废话吧 直接揭晓 他就是电视台的导演 曾帮助金天医逃脱的都主哲雄 当然 犯人肯定是否认 好在我们的金天医 有机会去证明这一切 首先是密室消失 而他的方法 要点就在于钥匙和电话 那天晚上 局也和往常一样 拿着一串钥匙来到了书房 都主把金天医打晕之后 就拿着钥匙攀在了门上 利用房门打开 逐渐靠近隔壁的小会科室的门 然后再利用手上的钥匙 把会科室的门打开 再利用门与门之间靠近 而爬上那扇门 然后再用脚把书房的门关上 以此类推 利用门来移动的 而剩下最后的那扇门 自己虽然够不到 但局婆婆可以 他利用了局婆婆听力不灵 假说 冷气坏了 要让房门空气流通 因为年纪太大 不可能打开天窗 所以他就把寝室的门打开了 架起了连接本馆和别馆之间的桥 但即便是这样 他还不是认罪 而金天医也很自信 因为犯罪现场就留有证据 那就是打碎在地上的鱼缸碎片 由于犯人在和死者争执中 眼镜被打碎 虽然他捡起了大块碎片 但还是有些细小的被遗留在现场 既然无法收拾干净 那就让现场变得杂乱无章 以此来掩饰地上的眼镜碎片 而对于他说 现场又不是我一人戴眼镜的这种分辨 金天医拿出了照片 这是两人同时出现的画面 然后又让祖木帮忙 用录像里将两张图片放大 然后大家仔细看两张图有什么不同吧 是不是一个凸一个凹啊 这说明事发前他戴的是近视镜 而事发后则是老花镜 事宜之词他也无话可说 便大大方方地承认下来 面对吴木的质疑 你这么个优秀的制作人为何要做这种事啊 你的目的又何在呢 结果对方说全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说完撩起衣服露出后背 腰上有道伤口 那是肾脏移植留下的 而那颗肾就是给了自己的女儿 他的女儿有严重的肾功能衰竭 这是一种先天疾病 本来他应该早遭察觉的 但是因为四年前妻子病逝 内心空虚的他最新工作 以至于没有察觉出女儿的严重症状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肾脏移植 经过检查 他的抗体合格可以移植 按理说 女儿本应该康复的 但由于院方的操作失误 手术失败 以至于只能等下一个合格的提供者了 但是这种机会万中无一 再加上 日本愿意捐劝出自己器官的人 又少之又少 所以只能隔几天去医院洗肾 但这对于妇女二人来说 就是煎熬 尤其是当自己的女儿哭着说 哪怕是很不舒服也没关系 她想回学校 可以说那时候的她 她是被痛苦和悔恨所包围 她每天满怀希望地盼着 有个愿意捐赠的人出现在眼前 却又带着失望过完每一天 就这样过了一年 直到有一天 那个人出现了 她就是前田医生 她说虽然自己可以尽力而为 但是呢 却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那就是走私人体器官 那个前田啊 走的是从国外走私的路线 报酬则是 一旦有了适配自己女儿可用的 就将优先使用 由于她是电视台导演 而且器官移植是需要现场摘取的 所以必须将人从国外带到国内才行 所以利用了她导演的身份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对外发出演员签证 让提供者以安全的方式入境 而这就是菊大师此次新作的关键词 医学界和走私 虽然后来都主知道这个前田依靠这个赚取了大量的钱财 自己就是个助纣为虐的人渣 但是为了女儿 她不得不剔头 所以在听说菊大师的新作里将保留前田和都主的真名时 自己前去交涉 想让对方打消念头 哪知道对方怎么都不肯答应 直到那一天 之后更是陆陆续续的四人也惨死在自己的手下 她也承认自己就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渣 说完从怀里掏出了那把匕首 并说至少最后这一刻还有件事可以做的 她自杀了 面对着金天一 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那种愧疚感 最后郑重的拜托五目 死后将自己的肾脏移植给自己的女儿 之后她满怀着愧疚悔恨 以及对女儿生的希望 死去了 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吴默大喊着去叫救护车呀 要以最快的速度将她的肾脏送去医院 但明智提出救护车已经来不及了 用直升机吧 面对着升起的朝阳 众人是默默的祈祷 一定要成功啊 因为这次生的机会是一个父亲用命换来的 几个月后 菊大师的一作出版 由于新作的特殊性 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其中的主谋前田 是彻底的完蛋 而里边的大导演啊 则改为T 这是伍牧的请求 然后伍牧再次向金天一道歉 毕竟啊 是自己让他牵扯到这件事的 最后他还是忍不住的说 督住当初的本意 并不是需要杀人的 看着伤感的伍牧 金天一也是一阵调侃 缓和了一下气氛 而三人此行的目的正是医院 看望的就是那个孩子 督住瑞穗 而伍牧的表现 一度让金天一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有不良嗜好 毕竟有个魁就有先例了 而美雪和小姑娘上前攀谈 只能说这孩子懂事的 让人心疼 金天一面对着这个天真的孩子 他的心里也是五倍杂陈 摊事结束后 路上的伍牧 红着脸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想将那个孩子收养 嘴上说是想要将来 做家务什么之类的帮个忙 但是二人都很清楚 伍牧才是真男人 这是一个可以托生死的朋友 之后就在美雪 金天一二人的打闹中 本期案件结束 好了 做个案件总结吧 实际上这一期的主要内容 就是逃亡破案 关于人物的描写 被淡化了很多 主要的戏份就是 金天一和明智 这两个人斗智斗勇 而且案件手法 说不上怎么高明 说实话 我是二十多年前看过 而现在只是取材 又看了一遍 这一期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眼镜问题 他不像前几部 像是悲恋狐的原野 被报道的大佬那样 让人深刻 但是作者军在这十四卷里 大力描写了五目 我们初见的这个 和悲恋狐狐狸 简直是两个人一样的角色 而最后的凶手呢 这个人物很复杂 有人说富爱的伟大 有人说他是穷凶极恶 只能说这个人 很像悲恋狐狸的原野 不同的是 原野是主动杀人 而他是被动而已 他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 能活下去 所以一旦有了阻碍 这一目标的人和事 他内心虽然是挣扎 悲恨 但下手也绝对是毫不留情 有些事啊 咱们不能站在道德的 制高点上去俯视别人 咱们可以用法律的武器 去惩罚他 但尽量不要用道德的标准 去要求他 因为这个道德标准呢 他不是对着别人的 那是用来衡量自己的 可以说纵观其根本就是人性吧 就是我封面的那句话 爱实际上是自私的 好了 以上纯属是个人瞎谈 感谢各位听我瞎嗶嗶 老样子 到这还没走的朋友们 制作不易 麻烦来个点赞订阅小铃铛吧 我会持续输出 我本阶段能做出的最好作品 呈现给大家 最后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